南區文學徑是全港首條文學徑 文學徑由南區區議會策劃 香港理工大學的私生負責設的地標 和落實具體的景點 到底區議會為何會有這個構思呢 文學徑的構思是源自小詩老師的香港文學散步 那本書提出香港有很多文人的足跡 其實我們似乎是忽略了 但如果我們花點心思去懷緬也好 或者知道香港有這些歷史的話 相信就可以提升香港的人民氣息 其實小詩老師裡面提出過幾個地點 都是在南區裡面 我們就提出過這樣的構思 最初其實提出的時候沒有被接納 那時候我提出沒有被接納 但是很奇怪地 在上一屆的區議會 我們新成立了一個叫做旅遊文化工作小組 那個文化小組為了提升南區旅遊的吸引力 所以就重新把這樣的想法拿出來說 拿出來說之後大家覺得有多好 可以提升香港或南區的旅遊吸引力 所以最後就成了事了 就是在淺水灣那邊其實有一座叫海景大樓 前幾年的時候海景大樓是說會重新規劃 將一個叫做跟沙灘相關的建築物 就變成一個綜合發展區 美其明是綜合發展區 其實他就想將那東西私有化了 將它變成一個好像現在大家如果去淺水灣那邊 會看到很多的玻璃幕牆式的建築物 其實那些就會將來變成商場的了 他也想將海景大樓變成一個商場模式的發展龍頭 但是跟我們文學徑有關的就是 最初的時候因為他經營食肆是做不住 很多食肆曾經經營過都是失敗的 我們提議將海景大樓變成香港的章愛寧紀念館 這個章愛寧紀念館那個原意 亦都是跟前幾年一直香港的文學界 都是有一個倡議 希望建立一個香港文學館 那時候我都是由這個構思 就是看到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就看了這樣的建議 但是政府部門是非常之不合作 亦都是很抗拒這樣的建議 停戰了 困著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 緩緩向城中走去 過了黃土崖 紅土崖 又是紅土崖 黃土崖 幾乎疑心是走錯了到已回去了 柳緣道 李潮 海灘上 流蘇道 市的 海灘上布滿了橫七樹八角裂的鐵絲網 鐵絲網外面 淡白的海水 靚靚吞吐淡黃的沙 冬季的晴天 亦是淡黃的藍色 夜火花的季節已過去了 文學徑希望讓讀者回到作家不下的世界 包括張愛玲小說中的淺水灣 我們邀請到熟悉張愛玲的宋爾朗先生 講一講張愛玲是怎樣遇上香港 同時又是怎樣創作 張愛玲小時候住過天津和上海 當年考到進去倫敦大學 但在歐洲打仗 結果她唯有下來讀香港大學 她是1939年開學的 到了1941年 香港是12月26日 是淪陷的 變成了張愛玲是無法繼續讀書的 因為香港大學那段時期就關閉了 所以她要迫著返回上海 她回到上海大概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試一下寫文章 她投了短篇小說 散文 投去不同的雜誌 就變成了一舉成命 其實她的作品裏面 有很多是有關她本人所知道的經歷 她是覺得她是一個應該怎麼說的 她其實不會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 所以她當時出名的散文 譬如說詩語有關自己 小時候的家庭裏面的情況 另外兩篇很出色的文章 就說一篇短篇小說叫做《傾城之戀》 我們今時今日《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有出電影 是周潤發 許安華導演 她當年很有名的 她當年很有名的 《傾城之戀》是什麼故事呢 其實是她媽媽兩個朋友 她當年因為媽媽的關係 就認識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就是當《傾城之戀》開始之後 跟她是挺親近的 她知道這兩個人的故事 就將她寫成一篇很出名的轉篇小說 另外一篇散文就叫《準如錄》 說的是有關港戰 由12月7日至12月26日 她在香港大學的經驗 雖然文學徑暫時都可以用地標的形式 去展示給公眾看 但當中有沒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加完善的地方 可以令遊人更加容易進入文學任意的世界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在我們喜歡文學的人心目中 那些作家在現在南區文學徑 那條徑其實不是很現形的 而作家在那條徑的位置其實不是很鮮明的 因為說真的就是 你做一個地區性文學的事的話 難得那批作家也是現代文學裡面 全部都是響噹噹的名字 其實我們覺得她要受到的尊重 應該是很高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所謂地標 最重要是她真的要先標 假設你真的起了一個銅像給張愛玲 她放在什麼位置 她是不是被人覺得她是重要的 然後她有了一個這樣的中心 然後我們再去考慮她的周圍的空間 那些人跟她怎樣相處 即她究竟離人多高多遠 什麼尺寸 其他人可以跟她做什麼 影相坐下來 捱著她 還是說不相關就這樣 譬如這些關係 其實可以考慮得更加多 我當然希望南區文學境可以在地標上展示到多些文學的知識 要起碼有人知道 噢 蕭雄是誰 你起碼要知道 然後有多一點文學的氣息 不要覺得張愛玲用過的東西 其實跟旁邊的廚窗差不多 我覺得不要這樣 你會讓人覺得那些東西雖然是舊的 但因為她是作家用的 她有靈光 她要有那個光榮在這裏 而第三 當然是 其實在乎那個空間 我希望一方面是開放 一方面是 然後也有一個文化氣質在這裏 總體說是這樣 如果想其他人真的對香港歷史文化等等 多一點的了解 我覺得其實為什麼她要用文學來寫呢 就是因為其實就這樣等舊東西在一個空間裡 是做不到的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應該這條勁是應該引人 哄人 引人 引人 引有人去到一個文學館那裏 去真是經驗香港的文學 譬如要了解張愛玲 張愛玲她很多的東西是關於一些傳統的家庭裏面的人士的張力 所以你要交代這種的環境 譬如一個歐亞運血兒在半山區 她跟一些華人的 你可以說在中國不同城市下來 又有一點家底的家庭等等 這些關係其實你沒有辦法不穿房搭捨的 所以這個文學境不可以只是在幾條街上走進去 我們的文學期其實是要有另外一種的空間的呈現 我們可能其實香港已經無能做得到 我們破壞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看張愛玲 其實你真的要有一個管的 做回一個家庭室內的空間佈局 這樣才會看到很多 甚至乎一些角色的扮演 你可以說在一些活動裡面 你可能才會用一些除了看小說的方法去了解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作家 其實她的文學需要一種不同的呈現方法 當我們做策展的時候 我覺得張愛玲就在那裡加碼 在文學徑那裡的作用不是很大 對她文學的特色來說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為什麼南區文學徑應該是一個起點 而絕對不可以停在那裡呢 還有另外一個考慮就是 不可以有一個香港島中心主義 其實我們要了解香港文化、文學、歷史 其實我們需要有一個想像是 香港九龍新界各處的東西 不同階層、不同時空的香港 所以我覺得很害怕在太平山那裡就要講完了 這個香港的故事是會偏旁的 我會希望很鼓勵南區帶頭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很想其他區域是和應 ethics先生 我會想其他區域是嗎 我會想其他區域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